又來到每支一股的環節 逢星期二的嘉賓就是我們研究部的經理直耀輝在旁邊 Stanley你好 又到星期二了,你現在推介了 跟大家回顧上星期二推介了一隻 就是中國通訊服務,我們從中通服552 相比恒指方面的表現 恒指方面,過往幾個星期跌了35,為何波幅比較窄 股份方面,稍微跑贏大市,但升幅不算多 升至近百分之一 上星期當時的現價,即是3661買了 換言之,波幅已買入 過往幾個星期,波幅不算大 現在整個部署是否繼續持有 基本上都是,而且都比較好彩 因為在下午的時間結束了 如果不是的話 如果計算恒指的便幅上來說 都應該贏恒指,但不會贏太多 差不多 事實上,中通服務,上星期都要介紹各公司的情況 基本上業務比較穩定 今年來計,應該跟過去幾年的時間 今年應該,我都相信 會有一個比較好的表現 雖然上年做得不太理想 但今年,都受惠著很多不同的因素 上星期都說得比較多 都不再長淡 但這隻股份,我也會建議 跟著今次的部署 即現在這一刻,都繼續持有 都是以4.25元 作為一個比較中長市的目標價 以3.3作指示位 先說完這隻552 見到現隔來講,3.6 星期正是1% 回顧完這隻股份之後 到今個星期,又在你的白布袋拿出什麼股份? 基本上這隻 都曾經令我失望 有一段時間 而且這隻 上年業績都是差的 不過今次可能這一陣子 玩一些 轉圈的股份概念 所以今次推介這隻股份 就是這個珠江鋼管 編到1938 1938之股份 又留意你的推介的時候 都不難發現 是否之前一、二年 或者是一、三年頭 都推介過 但舊年來講 少見你說的 成績來說都很麻煩 其實是否在業績方面 真的令人這麼失望? 其實我曾經 悲傷了他 你問我的話 他在我的 觀察名單裡面 我戒除了 在上年時間 就撕走了 但近日就開始 重新審視 因為事實上 這一份是一、三年業績的情況 我看到數字 其實都沒有開胃 你想想 數字收入又跌了四成多 連股東經濟入力 都跌了八成多 簡單來說 就是說 上年份業績 其實是差的 就是差字 都形容到上次份業績的狀況 都不單是這樣的 看完下一張slide 就比較清楚一點 一些比較仔細一點的 叫明細一點的分行 你會見到的 公司本身唯一一個 叫做兩個 升的地方就是說 一個是其他 升到成倍 是甚麼來的 其實 這些是其他習慣 但你可以說 這個數字雖然升上來也好 但是 你的基數比較小 大約是 一、兩、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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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是不多的 另外 如果你看到其他的大數目 好像你說 以製造和銷售鋼管為例 公司主打的產品 即直逢賣戶行館 基本上那個銷售 跌了大概成五成、六成 你都反映了 就是說 公司其實在上年度 他這份業績 就是你看到之後 真的不太開胃 還有基本上 公司都發了刑警 所以也導致到 公司的股價 在過去那年的時間 其實我表現 就不是很理想 但反而 很有趣 到了今年的時間 他的股價 突然間就做得很不錯 這個時候就和大家講解那個原因 是的 看一、三年方面的股價表現 絕對都反映到 就是業績方面的情況 都是一個字 差的 但是根據看業績 其實差也有原因 不然你今次都不會推介 先解釋 為何一、三年的業績這麼差 其實都是一個原因 最主要就是 其實最大的原因就是 第二個 point 當然這是公司 講述的情況 就是說 因為公司本身 見到就是很多的 叫做是 不同的國家 都有個是 管理層換界的情況 因為大家都知道 如果你是假設 一有些叫做國家的元首 有些叫做換人的話 很多時候他們有很多的策略性的 一些的部署 或者說在發展上面 都會面對著很多的挑戰 有很多的變數 所以很多的工程本身 投票的工程 有些會延誤了 甚至乎有一些 是會中止的 所以上年的時間 你都可以說 國內外都有很多事件發生 導致到公司的訂單的數目 其實是很少的 第一項 又說回那個數字上的情況 如果你是以上年來計 公司的全年的訂單的數目 只不過 只有34萬噸 如果你是以一二年狀況的時間 這個數是53萬噸 你出來這樣計算 中間差了多少 19萬噸 其實那個數額 你可以說是不是小 另外一個原因 這裏就沒有寫出來 是什麼 最主要就是 因為公司之前 在廉民港那邊 有個比較大的投資 因為公司初頭都預計 行業可能會做得不錯 所以都加大多個產能 但問題是當你加大多個產能之後 突然間撞正 就是說 國內很多的 叫投票的項目 延遲了 所以你都可以說 令到公司都收到預算 所以變相之下 公司上年份業績是差 是差的有原因 好 解釋完了 上年份業績為何那麼差之後 今次重新推介 都要跟大家解釋 就是這個公司的業務 先了解 就是這間公司 大家都知道這個股份來說 都是天然氣 液外氣相關概念的股份 實際他是做一些管道 管道方面 其實業務應該怎樣去分類 其實呢 我講講鋼管 或者不要講它 很多香港上市的 兩間比較主力的公司 一間是 朱翰鋼管 一間是勝利管道 其實他們的重點 擺在那些管道是不同的 以以朱翰鋼管為例 其實他的重點發展是哪一些 是第一的 即復埋胡行管 而剛剛說到勝利管道 他比較主力做的 就是這個旋轉的行管 事實上兩間行管 你可以說做的用途方面 有些分別 以及 在過程裏面 其實有不同的 你看看第一個 直逢埋胡行管 其實是怎樣 他將一塊鐵 即是像扭曲 變成 有一個的接縫口 即是 去那些管道裏面 只有一條的接縫口 但第一轉 螺旋鋼管本身是怎樣 將一塊鐵扭曲 所以表面上 你會看到 好像一個 我們吃彈卷那樣 那些叫 卷蛋 彈卷 旋轉型的話 就變了很多的接觸面 所以變相之下 你可以說以技術上來講 其實這個直逢埋胡行管 是比較高一點 反而就是螺旋鋼管方面 其實你可以說那個 因為製造變得比較多 所以變相之下 其實你如果說一些比較大型的工程裏面 或者用途方面的話 直逢埋胡行管是比較專門的 明白 但是看到你今次講完業績之後 都要看回他們 今次推介這個股份的利好因素 先講第一個 就是講現時的洗流訂單 已經高過去年的交付 其實多不多 剛才你講到去年你講的訂單就少了 情況不是那麼理想 是 多於去年 即是有改善 但是始終是算多 其實你可以 一個粗略一點的計算 因為 第一個原因就是 其實公司今年 手道上的訂單 是多於上年的交付的量 這個一會兒可以再慢慢解釋 但是公司有一個 的過去的時間 有一個做法 是挺特別的 是怎樣 上年的時間 但是剛剛講到訂單那邊的情況就好像不太理想 所以上年公司在這些數字上 其實他交代得不清楚 何為之不清楚 至少 通告上面 他又不是說 很多時候不會透過一些公共通告的形式 告訴你公司要訂單的情況 但是反過來 當公司的訂單的數目 咦 OK的時間 公司又會發出通告 即是告訴你現在這一刻 公司得到很多單回來 而今年裡面 公司先後兩次 發了一個類似的公告出來 第一個就是 2月24日的時間 當然公告的詳情就是 公司接了一些的訂單 總量 是8萬2千噸 合同的總額 總額 總額 當中包括 是4個的工程 有國內有國外 這是2月份的時間 第二版 第2版就是4月份 4月份的時間 公司也是宣佈了出來 就是說 公司另外拿到 5萬5千噸的訂單 合約了總數 大概是3、6千5百萬 也是內地一些的項目 當中的管道 剛才說到一些螺旋行管 或者是一些直伏埋戶行管 事實上這些工程 你計算數 其實量度不是很小 公司也在之後 看下範圍就看到 其實公司以內容上所說 公司在頭4個月份的時間 頭4個月1至4月份 而一手上的訂單 就已經有成大概 37萬噸 這個數怎麼來 第一就是 以至新的訂單 就是19萬8千噸 第二個就是 由13年轉過來的訂單 17萬1千噸 如果你這樣計算的話 現在的合同數量 37萬噸 剛剛說過 13年的時間 因為公司處於一個困境 當年的訂單數目是多少 全年來說 34萬噸 所以你可以說 頭4個月的時間 即今年1至4月份的時間 它倆 已經多過上年的全年 所以你可以說 很擔心說 現在的業績 基本上跟上年可以說是 扯平的 但如果你是假設在之後的時間 再接多年 才能得回來的話 你變成那條數 會大了 而公司的目標就是 在今年裏面 希望將這個數額 去到2012年的水平 即是大概 53萬噸 所以如果你這樣計算的話 公司在今年裏面 應該那個業務的比例 一定會比 13年還好 而且你都可以說 都反映了 公司在上年的時間 你可以說公司 在業務上面 都處於一個叫做低潮 假設 公司能夠在14年的時間 有比較常來 那麼大幅度的改善 都意味著 公司今年會出一個 一個turn around的情況 正如剛才所說 公司主動去到公佈的數字 無論是公司的態度 都已經比較樂觀了 未來越多訂單 不過你剛才所說的 就是可以公佈 接了訂單 未來這個行業 能否做得更加好 如是整個行業的需求 亦都是你們的利好因素 中國管道的鋪設 進一步去到加快 換言之對鋼管方面的需求 就會增加 先講到 內地四大進口 天然氣方面的來源 這些是否能夠帶動到 珠江鋼管的需求 其實你可以說 關於管道行業本身 近日來說 大家比較講得最多 應該是第四項 就是中俄簽訂了 30年的天然氣輸送協議 因為自從簽署了之後 你可以說整個 遊戲版塊 特別是遊戲設備 以及這些管道公司 股價 升得很厲害 這個你可以說 直接對於他們業務的發展 是有幫助的 不過 這是一個30年期的發展 所以你可以說 幫助作用大不大 你要攤分 基本上是一個 長期的 一個 對地有利 但其實 中國本身 在我們的發展方面 關於天然氣方面 其實是有四個不同的途徑 進入中國 比較經常的 比較多的 就是這個海上進入的LNG 經由海路方面 由澳洲 其他地方 可能輸氣過來 但其實 你說 除了俄羅斯 現在這個 中俄的合作 以及經海路方面之外 其實現在來講 中國有比較多的天然氣 是經由中亞方面 輸入中國 特別是西洋輸 這個概念 所以你可以說 其實這些的發展 對中國的天然氣的發展 以及管道的行業的發展 其實有一個相對比較大的幫助 這兩條的管道就是哪一處 第一就是 由土庫曼 經烏茲別克 再去哈薩克 然後再延伸到 新疆那邊的地方 而且再借入 西洋輸哥的管案裡面 經由緬甸出發 經雲南 去中國 變成 由中國的西邊 即是上下兩邊 就去中國 所以你會看到 整個行業的發展 其實是做得 即是內地方面 其實在管道方面的建設 將會越來越多 而事實上 如果你是以 之後 下張斯坦會看到 如果以中國的 國策方面來看的話 事實上 其實在內地方面 在11.15的時間 內地的總管道的鋪設量 是這些遊戲的鋪設量 大概 77,000公里 而在12.15 目標就是在2015年的時間 這個的總量 大概會是多少 15萬公里 你會反映 這五年的時間 基本上 全中國的管網鋪設 會比五年之前 增加一倍 到了13.15的時間 其實這個的管網 是會更加之多 去到多少 30萬公里 意味著 其實在這個管網上 你可以說 其實那個 增加的出道 將會是很快的 還有就是變相 因為也有很多工程 剛才說到 好像 西東書 這些工程 中俄這些工程 或多或少 都會對這個行業的幫助 其實是很大 另外就是 三大油公司本身 都有一些部署 因為事實上 如果你回顧 這個 中小油 中石油中石化 他們本身都在這幾年的時間 做了很多工夫 就在管道的鋪設身上 好像中石油為例 其實基本上 西東書這個管網 預期在管道的整個工程 市局的管道的長度 7300公里 都會在2015年的時間 開始運作 今年中石化 鋪設了大約8000公里的管道 基本上 由新疆 輸送到廣東省那邊 而這個中海油也是 其實你看到中海油方面 剛剛講到那四條管道 好像哈薩克 去中國 即是中國這邊的管道 和這個中亞 去中國的管道 基本上都是中海油負責去做 所以你會看到 這個版法本身 當然競爭 是比較大的 這是真的 但你都可以說 市場發展的空間 在未來這幾年的時間 是相會越來越快 好 整個行業的發展 成為了利口 利口因素二 即是中國 管道鋪設 將會越鋪越多 換言之 隔節 整個中央港官都能夠受惠 需求 整個市場在 但是 中央港官又如何 令到能夠 訂單 去到他自己的 自身令他有什麼優勢 這是第3個利口因素 技術就是領先同行 其實是什麼技術 令到他能夠優於同行 能夠多點訂單 事實上 你如果以技術上來看的話 暫時來說 朱鋪鋼管的技術上 技術比較高 因為如果你是以 如果暫時來 公司有一個比較上 幾 很自豪的地方 就是 暫時來講 唯一一間 內地的鋼管公司 可以做到1500米 水深 而用得到的 管道 當然這些管道給哪間用呢 最多那個 就是中海油 所以中海油 很多的項目 特別是深海的項目 基本上 它的鋼管 如果假設要用 各產貨的話 都是要找這個 珠庵鋼管 而這個珠庵鋼管本身 其實他現在都是 不斷研發更多的新的 叫做 項目 叫做 鋼管的品種 其中一種就是 3000米水深 這種是 更加高超 當然這個 現在未知可不可以 因為公司還在研發 但另一個就是核用的鋼管 大家也知道 在核能發電裏 基本上 管道的 需求都是大 以及 事實上 技術層面 更加高 所以可以說 公司現在都在研發這方面的 產品 以及 以核用來說 我所知 現在全球裏面 中國都是做不到 暫時做不到 因為 S級的範疇 太複雜 而中國本身的企業 應該是未有這個技術 所以公司也都 現在在研發 正在研發 另外 如果以 剛才說 直復埋貨巷管 我們簡稱叫做 LSAW 如果以產能來計 現在的 珠庵降伍是最大的 所以 你都可以說 公司是 LSAW 的龍頭股之一 而這個 LSAW 剛才說 除了鋼管之外 其實很多 叫做高壓電的 電塔 甚至 我們講 豬澳大橋 有些 設施 都會用到這些鋼管 所以變相 應用的範疇都比較 叫做廣泛 另外就是 公司 剛剛都說到 他本身有很多 叫做 不同的 生肯的基地 其中有一個 就是這個 珠海那邊 基本上這個 基地 本身 他都有 自營一些的 碼頭 和兩個的泊位 方便他可能 可以把貨 很快 運去給其他 一些 用家 或者買家 特別就是 這個位置 本身 其實 很靠中海油的 海洋資源 制度生產基地 所以變相 假設 拒絕那些 產品出來 要給客人的話 其實可以增加了 出道 所以變相之下 這些因素 我覺得對於公司來講 是一個 對於 以同業來講的話 這些是優勢來的 好 我想問一問 Stanley 有些分析去到港渡 說著 豬澳鋼管 過去幾年來講 因為九成的生產成本 都是來自鋼板 鋼圈 兩者來說 這兩者的價格 都是一個下跌的情況 其實幫不幫到 豬澳鋼管 幫補一下 不需要那麼多生產成本 但接下來 幫補的數 又大不大呢 其實你可以說 以公司來講 兩個最大的成本 就是什麼呢 一 應該是人工 而且說這些 幹材 因為始終你做這些 叫做幹管的產品的話 幹原材料的格格的升跌 基本上都會影響 公司的毛利方面 變成這個情況 另外你都可以說 人工方面都是 這兩個是直接影響 公司的那個 那個叫做盈利的質素 但初步看 如果你以公司本身 在過去的時間來計 的話 他的毛利率 都因為 上年的時間 跌得很厲害 但相比之下 我相信你說 在之後的時間 其實 這方面有機會改善 這一方面 最主要就是 公司本身的技術上 可能有些 提升的狀況 第二就是 如果當你的需求量 大的時間 其實某程度上 你應該要將這些成本 轉嫁給客戶 所以我相信 公司未來的毛利率方面 其實反而有機會 是會提升上去 好 跟進完 就是利好因素三 再看 第利好因素四 就說 潘儒的地平 有憧憬 剛剛看到你 都在介紹這塊地 勇圖 面積多大 其實也奇怪 這個地平用來做什麼 不是做房地產 應該怎樣去看 這個利好因素 對中央鋼管方面 利潤怎樣帶來 其實你可以說這塊地本身 原先公司買來是 給工業用的 但是大家也知道 在當年的時間 好像是這個 亞運 這塊地 因為近那些 會場 近那些附近 所以公司本身 這一塊地 也將它 轉為 做商業用途 但轉移了之後 反而地平的價值 可以說是 幾個級 升上去 因為事實上 這塊地本身的佔地 又不是小 那間是12萬5千平方米 而且本身 你可以說現在它的作價 和當年相比的話 因為 工廠的話 它本身又不好值錢 但問題是 一旦你各個用途 改變了 還有 剛才說 因為 亞運 這年的事件 令到公司 那塊地 值錢了很多 現在這一刻 值多少錢 如果你說以公司 到2013年底為止 的話 這塊地的價值 是22億元人民幣 而公司本身的市值 如果以昨天來算 大概 28億 領著 也意味著 假設公司 將這塊地 全數出手 你不要當22億 我當你現在 20億 公司都會帶來一個 一次性 很可觀的收入 也可以幫公司 減輕負債 也可以 可能是負債 之後更加多的發展 所以這塊地 如果你問我的話 我相信公司 應該會拿去沽了 當然是善價而沽 但現在來說 公司 未有這方面 一些最新的資料 但你都可以說 這塊地 是公司 潛在一個 多大的收益之一 這個都是看長線 以及要等下 這個利好因素 今天看好了 就是 四個利好因素 接著都有一些風險因素 大家要留意 剛才說到 判完地期不知道何時賣之外 還有兩個 第一個就是 原材料方面的價格波動 原材料剛才說到 也是在降價方面 可以說幾波動的降價 其實坦白說 本身因為 鋼管這方面 鋼管這方面 原材料一定是 價格方面 大幅上落的話 對公司的 磨擬力方面 一定會有影響 變相是 都很考慮 單的價格方面 都可能有些 阻礙著 可人的表現 所以原材料價格方面的波動 對公司的影響 其實是比較大 但這方面 正如剛才說 假設需要量 比較多的時間 公司也有條件 可能會把成本 轉購給客戶 另外就是 下半年訂單 是否可以持續下去 因為事實上 公司今年上半年 即今年上半年 公司的 第一季的訂單 數目 頭四個月的時間 訂單數目 就真的很厲害 可以說是相當之厲害 但這些訂單 能否持續下去 以及 原先有很多訂單 是推年頭去做的 還是其他原因 這是不得而思的 所以變相 公司在回家之後的時間 能否接到 比較多的訂單 這個都可以說 是公司未來發展 一個關鍵之一 如果可以的話 我想用公司 未來的 盈利方面的表現 應該是會不錯的 但反過來 假設 它的訂單數目 多難是最終 行人止步 即是沒有一個 再中一步的 上升的話 這方面都會 影響著 股價表現 好 看過完 就是利好和利膽因素 之後 就到投資的部署 這時候推薦這隻股份 看到中央港管 現階港項2.8 暫時就沒有升跌 中午收市 大部 2.2號 7 2.7號 9 中午收市部 現在推薦股份 買入價 在哪裏 基本上都可以 厚低少少買 不過其實 這個價格就差不多 跟現價也差不多 不過你不介意的話 現價賣也可以 不過保守一點的話 都可以等到 兩個7號半附近 再考慮 一個比較中線的目標價 假設公司 可能有個比較好一點的表現 那些訂單方面 有個比較好一點的表現 都可以看著3.5 這個維持的水平 以兩個半做一個指示位 謝謝Stanley 今天和他推介了 就是珠江港管的股份 最後和你做新報 本身有持有1938的股份 也沒有持有 謝謝Stanley 我們先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 將會是問答環節 我們會接通分行 不覺的分行 和大家現場觀眾聊天 還有郭Sir解答現場觀眾的問題 想聽的話 不要走開 我們稍後見